化疗和放疗的区别是什么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王亚利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肿瘤放疗科主人医师 放疗是指放射治疗 就是用各种射线来治疗肿瘤 包括X线 伽玛线 电子线 还有我们常说的质子治疗 粒子数等 化疗是指用化学药物来治疗 通过静脉 口服 介入腔内给入化疗药来治疗肿瘤 首先放疗是一种局部治疗 约70%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需要放疗的介入 一部分患者可以通过放疗达到根治 包括宫颈癌 食道癌 鼻咽癌 喉癌 肺癌 前列腺癌 等等 而化疗是一种全身治疗 约5%的患者可以通过化疗得到根治 在很多治疗过程中 化疗是作为手术和放疗的一个辅助治疗 以及巩固治疗 让患者取得了很好的一些疗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